再来关注的是赖清德政府的第五波新内阁名单 现在已经出炉了 包括了农业财政等等的部会首长 大多都是老面孔回任 而陈时东他则是担任政务委员 过去贬系大将罗文嘉马永诚等人 传出也将入主国安会当行任的内阁 第五波新内阁名单出炉 但国防国安人士预计25号将由准总统赖清德 亲自公布 内定回任国安会秘书长的外交部长吴钊怯 接受外媒专访被问及 中国大陆可能侵台时间点 还研判战争并非迫在眉睫 也非不可避免 现在任务就是努力维持台海和平现状 而第五波部会首长名单中 几乎都是老面孔 财政部长庄翠云继续留任 农业部长陈俊继 则是从代理部长争除 小委会委员长徐家庆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以及行政院人事长苏俊荣 都是继续留任 唯一新面孔就是主计长 曾经帮赖清德任台南市长 最后一年成功搅出领举债 成绩单的成熟资接任 而新政院七到九名的政务委员名单 据了解除了现任政委邓正中留任 准国发会主委刘敬青 准工程会主委陈经德等人 都会接任政委 还包括即将卸任的文化部长史哲 以及前卫副部长陈诗中 都将入列 另外贬系大将也将回归 传出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 接任政委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 则被点入进入国安会 行政院长办公室主任 似乎也已内定 由陈水扁办公室主任林德逊出任 日前卓龙泰更被媒体执行 与林德逊一同喝咖啡 是不是却有此事 卓龙泰这么说 因为那天超商的咖啡 只要加十元就有第二杯 一人喝不如两人喝 谈论的都是一些家常的事情 让容许我往后再跟大家报告 第五波内阁天真四位女性 对于新内阁女性 是否会达到三分之一 卓龙泰拍胸脯 要大家放心 强调人选将努力比过去更好 接着杨绩俊 SNL组台北报道 好另外NCC的人事案 现在也当然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因为扼杀新闻自由观 中天引发众怒 赖政府提名的新任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的委员名单 现在也出炉了 立主关掉中天 甚至把华视新闻台拱上午12台的主战派 现在全部遭到撤换 内定是由电信专长的台经院四所所所长刘伯利 师大大传所的教授陈炳红分任正副主委 另外两名的委员 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的助理教授 罗慧文老师 以及NCC的平台事业管理处长詹一连 此名单现在遭到业界质疑 可能是在转移焦点 避免在野党再度追究NCC的责任 现任的四位NCC的委员 在七月底的任期届满 包括了是主委陈耀祥 也因此赖政府他们新任的主委 现在传出将会提名台经院的四所所长刘伯利 他是专攻电信政策还有通讯法规等等的专长 另外他也承办过NCC的业务 担任主委被认为说可能可以快速的进入状况 另外三位提名人大多也是学者出身 立委牛许廷现在就分析 这四个人都不是政界熟悉的名单 政党色彩没有那么重 可以再观察后续的表现 NCC主委陈耀祥任期到七月底 届时一共四位委员任期届满 现在传出接任主委的是他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四所所长刘伯利 专攻电信平谱通讯传播法规等 曾担任过台经院东京事务所所长 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等 党政人士指出刘伯利承办过NCC业务 对于政策相当熟悉 担任主委可迅速进入状况 可能的副主委是台师大大众传播研究所 特聘教授陈炳红 专长在传播产业媒体经营管理 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等 党政人士分析陈炳红对于假讯息判断 和媒体试读均有深入研究 承认公事董事的世新大学传管系 助理教授罗惠文 不仅学术上有专业也有实务经验 另外现任NCC平台事业管理处处长 传出也在这次的NCC委员名单 没有处理中天观众天台的事情 我们不会不应该参与投票 应该全数的封杀 这个牵扯到一个新闻的争议 新闻的自由 包括潜质新闻自由 包括滥用所谓的NCC的直选 四位可能人选各有所长 也无强烈的政党色彩 预计四月底名单送交立愿 争取新国会认可 记者石温贤张良浩台北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δια出品这里